按下Create的開始之後 你知道要做什麼事情嗎? 準備玩遊戲而已 我先問一下有沒有人 玩過Minecraft Minecraft 微軟的那個啊 唉唷,我們都不夠年輕 很多小朋友在玩 就敲敲敲敲 因為大家平常 有印象的3D令 都是要做加法製造 一層一層慢慢疊起來 但是這裡可以用剪法 好像回到傳統,什麼意思? 敲敲敲就好了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你看 你先選這個,有沒有一個經典的 立方體 各位,這個立方體做出來 就是這裡 接著 自己變大一點可以嗎? 有沒有 像這小朋友 我們家小朋友就是 喜歡這個 TF Boeing 現場大人不會 但是小朋友比較認識 還有幸運潮 他一定要T F 他那個 印出來就是6.4公分 就是這麼大 這是1比1的尺寸 這樣印十多點 3D電影裡有的有體驗過 你應該知道那個時間的問題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 取消這裡,你就點一下 然後他就問你 請問你 這個 有沒有 預設是64mm 是不是6.4公分 立方體嗎? 當然你可以改 Customize 就可以自訂 如果你要做比較大 那你也可以做比較小 也可以 好,我們就先用預設 OK 好,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就有一個3D的界面了 那首先進來之後 請看左手邊 左手邊 這個 這個 是你的那個 敲敲敲的大小 敲敲的大小 就是那個力量 所以 32mm 就3.2公分 對不對 好,那我們要看的是先這個工具 你看左上角這個工具 你把它按一下 你就會進到他裡面 所有的工具 這個 裡面來 好,這裡面來 那首先呢 我們要看的就是 跟形狀有關係的 有沒有五個工具 五個工具而已 來 激素的 1 3 5 這叫破壞工具 哈哈 敲敲敲的 2 2 4 叫做建設工具 這樣可以吧 激素跟偶數分開來而已 另外呢 下面這邊 你可以設基本的顏色 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 如果你是 像我們現在是免費的 免付費的方案 對不對 就這種帳號 就是你的顏色 只能用這幾種 只能用這幾種 你沒有辦法就是自訂就對了 你要自訂其他顏色的話 就是屬於付費的功能 你了解 好,那我們就先來試看看 那我剛剛講的是破壞工具 一、三、五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OK 來 啊 有聽到敲一下嗎 我跟你講 不同工具不同的聲音 你會很有感覺 這樣有沒有自己雕刻的感覺 哈哈 那你滑鼠的左鍵按著 就是旋轉 有沒有 滑鼠的左鍵按著 你就可以旋轉 敲不同的地方 好,比如說我要敲這裡 敲 敲 敲 那另外呢 如果呢 你要平移 比如說我要靠旁邊一點 這個時候你就按滑鼠的右鍵 按右鍵不放 有沒有就是平移 按滑鼠右鍵拖曳一下 就是平移 左鍵是旋轉 好,左鍵是旋轉 看你要敲哪一面 那麼 我們現在用的 每個工具呢 它的後面都會有這個喔 你看 每個工具後面都有一、二、三 哇 都有三個 這個是比較客氣的啦 一個 敲一塊的 這個 敲連續的 嘿 所以呢 如果你想敲連續的 一條線的 啊 這裡有了 你看 這樣 這樣有很多喔 對不對 嘿 所以呢 你像這樣子 敲一敲 那這個是曲線的 如果你有彎來彎去的 好 有彎來彎去的 它也可以這樣 啊 你了解喔 這個是曲線的 這個的話就看你 有沒有 你就可以選不一樣的 它就是可以彎 就第二條 第三條 那它會有顯示一個 類似像我上面這個一樣 有沒有 有那個紅色的 會指引你說 我大概我會敲到哪幾個 這樣了解 你就是敲了一個之後 你就移動滑鼠 它就自動幫你做判斷 那如果萬一你覺得 這判斷我不喜歡 沒關係 你就在空白的地方 按下滑鼠右鍵 它就取消了 就等於這次敲了 它就不會再延續下去了 有沒有 這樣我要恢復回來了 有沒有 我剛剛在外面這邊 我是按一下滑鼠右鍵 它就等於取消了 取消你剛剛第一次敲的那個紀錄 好 那這樣你就可以重新再來選 那有些時候啊 你在這樣敲的時候 你可能不見得能夠 就是它自動判斷不正常 你就轉一下方向 轉一下方向 這樣再來敲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第一個 破壞工具 一次敲一塊 好 就是這樣一塊的 那第三個也是破壞工具囉 所以我再按一下囉 剛剛很客氣對不對 一塊一塊來 這樣你給它看 從這裡 這樣有一次一次嗎 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次一排 所以第三個破壞工具 就是一次一排的 有沒有一次一排的 所以敲一下 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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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沒有像我們在做雕刻 有點像喔 那這個還是一個的對不對 那你要 你要變一線的也可以 就是說我這樣子 一過去 你就找到那個面 啦啦啦啦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變連續的 我現在是第二個工具喔 有沒有注意到 第二個工具 它就連續的 就是你敲了一個之後 敲了一排之後 它就幫你計算後面那幾排 過幾個你看 如果你用這一個 跟我們剛剛一樣 如果這個是不管怎麼敲 一次就是一行 這個就是你一行之後 他就再找 有沒有 一整排 這樣 這樣有清楚喔 嘿 所以 今天你只要會敲 就會成功了嘛 哈哈 對不對 好 那我這邊 敲 好你看 拉拉拉拉過來 這樣有沒有 好 那我這邊呢 我把這個 敲開好了 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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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 我現在已經真的把它分開了 有沒有 這樣已經變成兩個物件了 有齁 所以 我為什麼要分成兩個物件 因為我要講第五個工具 我們剛剛不是一三五 破壞嗎 所以來這邊你看 第五個 你想留哪一邊 哈哈哈 假設你的樓梯要留這邊 這樣有沒有一種破壞的成就感 有沒有比較有療癒一點 哈哈哈 比3DDM加法還更有療癒感 對不對 Key C 啵啵啵 哈哈哈 但是要記得喔 第五個就是把整個模型敲掉喔 所以我剛剛是確定有分開了 對不對 如果裡面有分開 一敲下去 你應該知道 要到處去撿玻璃喔 哈哈哈 欸 但是它沒有還原的 有啦 你可以遠度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遠度 好 你還是可以還進回去 所以不用擔心啦 欸 還是可以還回去 這樣有沒有比較不一樣的體驗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教小朋友也很好用 哈哈哈 他們很會破壞 建設不太會 但是破壞很厲害 哈哈哈 你就可以看他想要敲什麼 欸 就這樣敲敲敲 那我們剛剛的敲 我都是用同樣的大小 也就是我每一顆都是多少 這都是8mm 0.8公分 你不同的大小 就可以去自由搭配組合 我今天想要敲大快一點的 就用大的 要用小的就用小的 這樣了解 嘿 這樣 有感覺了齁 但是 我們大人不能只有破壞而已 對不對 哈哈哈 還要會建設 所以呢 你來這邊 你看 我們剛剛講 一三五破壞 二四是不是建設了 二 就是一次建 一塊 四 就是一次建 一排 哈哈哈 所以一樣的 我們選二 來 你覺得啊 這裡來放一塊 但是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呢 你要看一下你現在是什麼顏色 我現在是不是紅色了 所以待會我加下去就是紅色的磚塊 就是你的這個顏色 因為你是建設工具 破壞工具什麼顏色就沒差嘛 就是把它敲掉而已 可是建設工具就要看你是用什麼顏色 所以說我現在用紅色的 我現在放進來的磚塊 有沒有就是紅色的 對不對 好 放進來磚塊這邊就是紅色的 它就可以再疊上去 疊上去 上來 翻一下 好不好 好 那你要換別的顏色 假設你要換別的顏色 應該是我已經放進去了 沒關係 請問這裡有沒有油氣筒 好不好 這裡可以填色 好 欸 這個是Fear 這個 還可以用噴的 你知道什麼叫塗藥嗎 哈哈 欸這個 好 也可以用噴的 那一樣的你可以先挑你想要的顏色 挑好之後我來填 有沒有填進去 對不對 就看你要填什麼 那這個是怎麼填 我剛剛用這個油氣筒 是整個模型就填顏色 那如果你要噴的 就是用這個噴槍 噴一次一個 這樣有沒有一次一個 而且各位有沒有發現 聲音不一樣 它每個工具聲音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還蠻好玩的 有沒有 像這樣 所以 這樣 OK嗎 那你一定覺得說 唉呦 我只會破壞 不會建設 這要拿來做什麼 對吧 我給你看一個 我幹過什麼好事 這個 在這裡 這個 這個 有沒有用過 SG90 那個四伏馬達 因為我要拿來 做 所以我幫他用這個 敲敲敲 做了這個底座 這個底座 這樣子 那我就把它放進去 我這邊下面還特別挖一個洞 然後呢 前面 有沒有印字 有沒有 有字對不對 抱歉 這個就是我們敲敲敲走 我就是要試看看 這樣行不行 就是真正把它3D練出來 我這邊還有好多個 我有多做 等一下你可以看看 想要帶回家沒關係 給你 給你玩 因為我旁邊這個是要夾什麼 我要夾在冰棒棍上的 所以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的部落格上有寫 這一篇 您可以看到 在這裡 一起創作 這裡 這一個 指鋒車 好 而且那個模型我有分享出來 你看 這我當初做的 有沒有 比較 這個 在這邊 那有沒有發現 3D設計另外一個好處 我可以在線上直接展示 它可以共享出來 然後呢 你可以互動 這就是我用敲敲敲玩出來的 那你一定 我覺得 好像我很會敲字對不對 騙人的 字只要你印上去就好了 絕對可以印出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成品在這邊 我看一下 我放下面 欸 這老師 你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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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我有陷入 在這裡 你看 現場有老師見證 你有去參加 路感高中八次的那個 工作坊的課程 欸 那所以呢 我們是這樣子 做好 就像這個 這個 我是把它做在這邊 有沒有 我把它夾在乒乓棍上面 你了解了 所以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讓你看 這個 真的不是只有 碗而已 是可以真正列印出來 可以真正列印出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信心一點 我今天不是來介紹玩具嗎 真的可以 好 來